寒流報道 天氣冷嗖嗖 許多人都會洗熱水澡 讓身體暖活起來 不過一名網友就控訴 自己在外面租房 包水包店 卻被房東告知 要額外收水費 邪夏就在剛剛洗澡後 房東傳訊息 覺得我洗澡洗太久 用了太多水跟瓦斯 所以要額外收錢 但是每個人洗澡時間 本來就不一樣 只洗個30到40分鐘 大家覺得合理嗎 不少人聽到房東這行為 都相當傻眼 怎麼租房子 也要限制洗澡時間 認為當然不合理 當初合約 如果沒有特別載明的話 就沒辦法要求租客 額外的收費 民眾在外租屋 簽合約時 可得要睜大眼睛 看清楚 東三新聞綜合報導 週休二日 是許多人的悠閒時光 但是新聞事件 不調時間 這些重大的新聞事件 都是在寧靜的嫁人發聲 我始終堅守崗位 帶來最真切的解析報導 直播深入 邏輯演繹 將故事一一說給你聽 我是房葉涵 週六日新聞不停歇 給您最及時深度報導